東西都可以這樣查 如果你要查某個資料有沒有在這裡面 那可以查出來有的話就把資料調過來 但是它的缺點是不能做模糊查詢 那但是下拉如果你的資料是要這樣調資料的話 可以這樣做 不過這個是根據編號查 所以你當然另外你也可以在有個查詢界面是 把姓名跟編號顛倒 可以按照姓名來查詢 可不可以啊 姓名放上去 姓名的部分可以做個下拉清單有沒有 他選了某個人的名字 自動把他的其他資料調出來 可不可以啊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等於是說顛倒一下就對了 因為我們LucaValue 就是剛剛是針對編號 你也可以針對姓名來查 不會有問題 好那再來的話請各位把這個查詢界面 按住左鍵 並且按下Ctrl鍵 然後呢它會 幫你複製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請你把它改一下 因為我們要用那個另外一個函數 叫Vidue函數 如果呢 好 剛剛我們是用LucaValue函數 那 如果因為 工作上很多時候用Vidue函數 用LucaValue函數比較少 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要用 Vidue函數呢 來完成剛剛的動作 該怎麼做 OK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剛剛是複製一個新的工作 複製最快的方法 直接按按住不要放有沒有 再按Ctrl鍵 Ctrl的話就是複製一個 OK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把底下的公式先按Delete 也是一樣查編號 那查什麼呢 查這個LucaValue的東西 特別注意喔 Vidue函數 它的原理原則是這樣 第一個 你必須要給它一個總表 它的意思是說 在這個總表裡面 總表裡面 它查的話一定是查 總表裡面的 第一欄 一定是第一欄喔 這個總表裡面的第一欄 那 可不可以查第二欄呢 特別注意喔 不行喔 OK Vidue函數的規則就是這樣子 它的函數規則 就是只能夠查 第一欄 所以如果你要查第二欄的話 除非你把第一欄跟第二欄 的欄 顛倒一下 就可以了 OK 就是要顛倒才可以啦 好 這第一個喔 所以我們等一下Vidue函數就是 先一樣定義個名稱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把這個範圍 因為一般的話我是 習慣用名稱的 當然你不用名稱也是OK的 只是說你要再回來選 好 那我希望把這個名稱定義出來 那定義的方法跟剛剛不一樣 因為剛剛是一個 上面有編號的 現在不是 現在是 記得 欄位名稱不要選 選欄位名稱下方的這些資料 這個叫總表 然後定義個名稱叫做 公式 剛剛是 從選舉方來建立 請你選上面這個 叫定義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呢 我叫 Lugav好了 因為這個 工作表名稱叫做Lugav 我們就是 把這個名稱 叫做Lugav 就這一個 叫做Lugav OK 然後呢範圍就是A3 記得不要選到藍位名稱 因為藍位名稱不用查 所以 不要選到按確定 好第一步喔 第二步的話呢 如果我要用那個 這個 Vigo函數的話 第一個 插入函數 在 檢視與參照裡面 最下面一個 就是 Vigo函數 OK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第一個他問你說Lugav 一樣嘛 剛剛不是 Lugav就是你要查的編號 那因為我 特別 Vigo一定是查第一欄 所以編號剛好是第一欄 沒錯 第二個的話 Table Array 這個指的就是你剛剛那個總表 其實一般我就要對照表 他的 那個總表在哪裡 那當然你可以有幾個方法 就是 切過來 再來選 可是喔 我覺得這個 不太OK 我比較建議是 按F3 他會跳出剛剛的東西 剛剛是不是有取個名稱叫Lugav 對不對 就差這個總表 OK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Color index number 這個指的就是說呢 你查一定是查第一欄 可是呢 你要 找到的是 其他的第幾欄 那一定是第2欄以後的嘛 所以姓名是在第幾欄 這個總表的相對位置喔 第2欄 所以給他一個2 第三個就是Lugav 這個Range Lugav 指的就是說 你要 比對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 要完全一模一樣 第2種是 就是只要找接近的 那通常喔 我們會用比較 然後嚴謹的就是一定要一模一樣 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他會出現一個 Num NA的那個訊號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我用零好了 零的話 其實就Force 一的話是找接近的 兩種方式你們都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我今天用零的話 按確定 OK 那就找到了 有沒有這個人 那當然其他的 其他的部分的話 就也是很簡單 把公式複製一下 剛剛同學有下降的天嗎 不行因為他會增加利耗 所以那個 那個利耗 向下填滿 那這個地方怎麼樣 因為我要找下一欄 3 打勾一下 這個一樣的話 把它改成 4 有沒有 那就是 會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自動幫我把其他欄給帶過來 這個就5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向下填滿 第8號 OK 當然 當然 像他現在可以填啦 不過你填的009 會怎麼樣呢 試一下 有沒有 他會出現 您所輸入的值不正確 因為他資料驗證裡面會幫你去check一下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你按個從事 他會重新再輸入 002 這個有啦 如果說今天呢 假如你把它改成 1的話 有沒有 你看 那這個 因為剛剛我們是最後一個參數 最後參數我用是0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1的話 就不會跳出錯誤了 但是如果你找009的話 他就會找最接近的 就是找008出來 不會不對啊 你找009 結果他給你008的 那這樣也不太對 所以通常 還要嚴格一點點 OK 這裡的話請各位 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就是把剛剛的那個方式 用v-loop函數來查詢 v-loop函數來查詢 字幕君